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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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隻小壞蛋 現在超寶的是不是 免費不能看了 這個是舒華脆鋪的衣服耶 嗚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瓶瓶泡泡 今天是大家敲碗許久的 淘寶災難衣第三集 我們第一集的時候 是我自己挑的 第二次是造型師挑 第三次是給我的觀眾挑的 你怎麼知道觀眾挑的 你知道哪裡 搞不好這次觀眾挑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 那這一次是大概上上週的時候 有在IG募集觀眾 想要給我穿的衣服 然後大家就可以貼連結給我 然後由我來買這樣子 由我的助理 看了全部的衣服之後呢 挑幾個他們覺得還不錯的給我穿 所以這集就是 我跟你們之間的心血了 希望你們大家挑的好看衣服來 真的滿多件的耶 開始拆 好 全數拆完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第一件 親家母 親家母你好 我是您的女婿 不是女婿 月月不是 我是什麼來著 月不大人 月不大人 我是月不大人 欸這一件我覺得好像跟上一次的大腸巾 有點玉取同工之妙 還滿溫柔的 真的嗎 你轉一圈挑一下 還有一衣的感覺啊 我覺得這一件好像要比上一次的大腸巾 材質再好一點 說起來是舒服的 這多少錢 快六百塊 哇 欸這個在淘寶算貴的喔 給個平分吧造型師 我覺得如果這件是在日本 煙火氣墊上面穿的話 好像還滿美的 所以這是日式的嗎 這是中式的耶 喔真的嗎 真的假的 我覺得比較像韓式 這個在台灣有點難穿出去了我覺得 當初挑這個的人 可以跟我說一下你的想法嗎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睡衣耶 這麼慘的評價嗎 這可是觀眾挑了一點我的愛 說話注意一點 說話注意一點 歡迎下一套 老闆你怎麼跳 我還想說我出來這種自帶影響這個 鈴鈴鈴鈴的聲音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不錯吧 哇 這個材質 這材質好像真的挺好的耶 而且它有點雞皮的感覺 它這個非常多的細節 首先它這個袖套 然後呢還有它這個 根本就是中式卡帶三裙吧 這次我發現 是不是滿多人想要我穿卡帶三裙的呀 小波突出來了 這個妳好像說小波 妳趕快弄出前出後翹的感覺 我幫妳講肚臉 看這件的人眼光還不錯 這邊滿多缺點 寫滿多缺點 什麼缺點 什麼缺點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缺點沒有缺點 這件是真的還不錯 它這兩邊有點小開插 這個落井的設計看起來也很優雅 然後再加了一個袖套 如何啊 還有缺點嗎 沒有沒有沒有 感覺跟這個草很搭耶 喔 是嗎 妳要一起行光合作用了 這件還不錯耶 這個我滿滿意的 所以這件多少錢 六百塊 六百塊 這比剛才那個好多了 不對不對 都是觀眾挑 第二套就讓我滿意了喔各位 好 下一套 哇 哇 哇 看到了 等一下 往下拉一點太短了 不行啦 不行啦 上面上面 這個罩杯是什麼 對這個很明顯 不是屬於我的衣服 你胸部應該完美的在這個裡面 但是呢我全部在這裡 這是什麼場合穿的 這個嗎 這個也是性感睡衣耶 其實是洋裝 孩子是小壞蛋 哪有人睡衣穿那麼緊啊 對不起還超飽的 免費不能看了 下一套 老闆還滿意嗎 這應該也算是 沾男衣的範疇囉 這超級飽的 這應該 一百多塊吧 我現在是閉著眼睛拍 是嗎 這是紳士啊 好啦 下一套 蠻性感的 為什麼你要縮成這樣 欸快沒呼吸了 太緊了吧 好小喔 古代人穿馬甲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你現在呼吸得了嗎 所以我應該只能用那個 一點一點呼吸了 集集一下剛剛的幕後畫質 老闆別緊啊 哇 哇 哇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能講面 擠不起來了 可以了 站起來了 要繃開 要繃開 撐住 快死了 是不是小看我胸部了 可是最近整體算是好看的 其實還滿顯瘦的 哦 總挑 這個上衣其實還滿像那個運動衣的 它這個裙子設計 我覺得還滿 有一點幹練 現在就會看起來像是一個 精靈的名字 你現在像是一個要去殺看的女子 我是嗎 耶 哪裡像啊 這個裙子不像好不好 上衣很像啊 上衣像啊 但這個裙子不像 待會這個裙子會出現很多次 因為發現有兩套上衣 他們是沒有配對的下身的 所以這個裙子待會還會持續出現 這個上衣 如果再戴一號的話 就完美 欸 你們很棒 只能變瘦了 這才不是變瘦的問題呢Kamen 很難瘦 下一號 這個 老闆妳看起來還會跌視 你會擁擁摑手嗎 這件它淘寶穿起來的 Mando真的是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耶 這缺了點什麼東西 在背後 背後嗎 背後還是看起來很容易啊 真假的啊 帶項鍊 好 項鍊項鍊 現場摘一個項鍊給妳帶 好來 游泳選手 進化 愛下面的游泳選手 不是吧 覺得咧 覺得咧 還滿搭的耶 怎樣 是不是變了 好像有差耶 從游泳選手 進化 寒風美少女 妳是今天好像可以走在那個信義區然後去忘記了 真的假的啦 去哪裡 這套搭個項鍊 過 那就下一套 哇 這個是 舒華穿過的衣服耶 這是有點Y2K的感覺了吧 牛仔復古風 竟然有人選這個 應該是舒華粉喔 我覺得可以翹一下 QINKAMAN QINKA 打個覺得連呼吸都有點困難了 第一次嘗試真的是有點害羞 但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的材質啊 然後延展性 因為我以前不太敢穿牛仔的衣服 就是因為它延展性不太夠 但是呢 幸好這一件它算是 延展性比較夠的 所以我才套進去 OK 換衣服 可沒有辦法呼吸了 下一套 怎樣 老闆妳 妳的拉鍊已經歪掉了 歪掉是怎樣 壞了嗎 它是一個90度耶 這我感覺要跳什麼啊 跳什麼 又是A級優惠舞 而且這個我有穿錯嗎 好像是沒有 那為什麼會不會翹成這樣啊 這有點 有點小災難喔 妳感覺有點像飛鼠褲啊 好 這些 不能怪觀眾 因為呢 淘寶上面的圖片 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它照來說應該是不會像這個 飛鼠褲的 是這個廠商的問題 我們再動動它 這個應該也算是 災難衣的範疇了 但是呢 這個是 廠商它的衣服有點奇怪 所以呢 沒關係 我們趕快換 最後一套 怎麼樣 我是不是挺適合卡帶衫去的 跟上次蕾拉那件不一樣的事 它背後也有點小東西 怎麼樣啊 你剛剛那個嗚有點小聲 你太累了是不是啊 但是呢 總覺得如果好像紫色跟咖啡色的話 紫色卡帶三選好像 比較特別一點 對 比較特別一點 那這個的話 感覺好像平常外出的時候都可以穿了 這一件就 給個讚 已經不是沾難衣的範疇了 算是還不錯 就是 凹凸有製 有找到我的風格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災難衣全部試裝完畢 這一次好像已經慢慢開始不能稱作災難衣了 不過呢 這個就是我這個系列的宗旨 畢竟人都要往越來越好的地方走 從災難的衣服然後變到 哇 我知道挑的每一件都是適合我的 以第一集的那麼災難來看 跟這一集 好像我的觀眾們比我還會挑衣服喔 很感謝大家這一集幫我挑的衣服 然後都試裝完畢了 但是呢 沒有挑到的各位也不用難過 因為呢 畢竟你知道的 心有靈心 那你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件 我覺得中式卡帶三 綠色那一套跟這一套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其實像之前 我會不敢穿那種 就是整個很貼身材的衣服 因為我就會覺得前面超凸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飛彈一樣 就是會有點可怕 可能也是因為我最近 有在練屁股 所以就看起來會比較前凸後敲一點 就是這個比例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我穿這種比較貼身的衣服 可以顯身材之外啊 然後看起來優點 也可以看得比較出來 然後呢 也可以就是撐一下缺點 那你有沒有覺得 哪一套比較災難 那肯定是那個啊 超級薄的 然後那個罩杯跟我完全 完全不相符 我的那個都掉到下面去了 自覺上那個就是災難的衣服 因為呢 上面有一截胸補 然後中間有一截 然後下面再有一截的感覺 超可怕的 就是這樣 這一集呢 我覺得災難跟好看適合我的衣服 好像已經一半一半了 這個走向我非常的欣慰 感謝各位 我會喜歡的 不是 是 這就像是 製作人 重工 作人 過 製作人 方 製作人